MD Search 裡面如果你想要把中文放進來 那因為它預設就只能打英文字嘛 所以字的部分你就不用想了 那怎麼拿進來呢?就是要變圖片 就是要變圖片 那麼有沒有什麼好的方式可以做? 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電腦裡面有一些字型 那麼我們就是打開你的Office 像我電腦裡面現在是都沒有微軟的Office 他已經被我除名了 因為我們沒有付錢啦 被他除名了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來 直接Writer就好了 LibreOffice 現在反正公交機關現在都推那個嘛 對不對?共同格子我們就響應一下 你在這邊直接打就好了 對啊,只要你電腦有適當的字體嘛 我電腦裡面現在也沒有盜版的字體 各位知道之前那個Youtuber的事件嘛 字型也是要付費的啊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你不要去用那個 我部落格上有介紹喔 這裡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在這邊 你如果要找我的部落格 你用素文老師也可以 就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在右手邊 我有系列文章查詢 因為現在文章寫比較多一點 你往下走 第一個就有了 有沒有免費中文字體核素群 你就把它點一下 這裡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免費的 也不能說很多啦 就是一部分 因為中文字體確實比較少 免費的 如果你要比較特殊的 我倒是建議各位 你可以到這個 叫做全智庫這裡去找 全智庫 這個其實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那個 那個叫做 護證機關在用的 就是說因為很多人的名字 都有特殊字嘛 特殊字你就知道 走到別的地方 就要造字 因為打不出來 所以就有一個統一的 就統一個編碼 有這個字我就編一個 然後呢 這樣公家機關 至少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叫全智庫 那全智庫上面呢 它有提供一個叫 正宋體跟正凱體 這個是一個字體 你可以下載 那等一下呢 如果你想要有名人書寫的 像我剛剛不是有那個春蓮嗎 你應該不好意思用自己的吧 用自己的 最後只能貼在 進廁所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 可以去那邊找 歷代書法家的 名人寫的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 我這嚇死了 那不會的氣勢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如果你要真的要比較多 特殊字型的 目前可以找得到 應該就王漢中的 就王漢中 大概 四十幾套 四十幾套字 那也有一些也有注音的 或者一些比較特殊的 像 嚴凱 什麼 海報題 之類的 其他的 都是屬於付費的 就是說目前來講 台灣最常見的就是這個 華康 文典 那 我上面有寫 你一定要知道他授權方案 要不然你去畫台銀 萬王也不好 因為你是犯法 因為他們現在 我跟各位講 現在這些字型 你就算有買 你要用 都只能用在印刷而已 你要用在網路上這些媒體 包括我們做成3D模型 很抱歉都不行 都不在他授權範圍裡面 電子媒體 網頁 外面的互動看板 APP裡面 通通都是違法的 你就是要付費 而且他們現在這個授權 都是暗黏繳交保護費 我想你應該 從小都沒有 從來都沒有想過 你的字體 是每年要花錢給人家的 對吧 你的作為系統 不會讓他跟你授權 你都很不願意的 更何況那個字體 可是字體真的是有版權 因為他們也被欺負很久了 老實講 因為網路上一堆嘛 可是你就不要被抓到 被抓到被罰就不少錢 這個要留意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 所以如果你電腦裡面 有什麼字體 你選好了 像我這個 濕原黑體跟濕原重體 這個是誰開發的 Google跟Adobe 所以各位現在手機上用的 都是這種字體 就是黑體的 那這個也可以用 也是免費的 那你只要找到你要的字 字的大小設好 最簡單的就是像這樣去做 比如說你要一個 像現在春天 那我就打一個春 有沒有 那字體大小 字體調整好 好 怎麼辦 抓圖啊 因為我們不是說他字圓圖形嗎 那你就抓圖啊 所以有什麼抓圖的工具 如果你都不要 至少從這邊 應該有看過那一隻剪刀吧 你們不要這樣子 那隻剪刀雖然 沒有很多人用 但是也可以用耶 在這邊在這邊 欸 欸我們家剪刀跑去哪裡 我是很久很久都沒有用剪刀了 在這裡 有一個叫做檢取 在這裡 檢取工具這樣有看到 檢取工具 這個也可以用 但是我會蠻鼓勵大家 可以用另外一個 我另外一個 我有放在這邊 你可以進OneNote 在OneNote的右手邊 OneNote的右手邊 我有放一個 叫做SniPaste 這個 這是免安裝的 解壓縮就可以用 嘿 我喜歡用它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喜歡用它 你看喔 我要把它抓下來 我的快速鍵是F1 F1 按F1 我就把這個地方框起來 有沒有 那一般的截取軟體 你框完了 是不是就馬上就抓起來了 他們家不是 他們家是還可以像這樣 有沒有 還可以再微調 你框了 不滿意 我就再微調一下 這樣了解 那麼當然你可以選擇 我在這邊就直接儲存 或直接複製到剪貼布 好 那一般來說 像各位剛剛有看到 我在做這些講義的時候 我也常做這件事情 我就這樣 有沒有 不夠大 滾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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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看這裡 滾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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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滾滾滾滾 有沒有 不夠大 滾輪 對吧 欸 橡皮擦咧 擦擦擦 橡皮擦不是擦 你抓到的畫面 是擦你畫上去的那些 你看滾輪 我剛剛畫上去有沒有把它弄掉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跟大家用的平常的抓圖軟裡不太一樣 欸 這是它好用的地方 另外 你剛剛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在用的時候啊 請你們登錄 我不是真的把畫面抓到那邊嗎 貼到那邊 你看 它除了剛剛講的複製存檔 有沒有一個圖釘 你們用過便利貼吧 春天 有沒有就有了 看不太清楚 滾輪 你 你有買過 那個 網購吧 有時候要轉帳啊 要不要對一下那個帳號 拍起來 放旁邊 轉帳的時候直接看 這樣不行嗎 可以啊 有沒有發現還不錯 對不對 而且他們家有個好處 你看喔 我這個先把它關掉一下 我剛剛其實有抓過好幾個 我只要進到那個模式 我可以回到過去 你知道嗎 我剛剛有沒有抓過這些 不好意思 這上個禮拜的 上個禮拜還在有沒有 你看我上次上禮拜去加基督教院上這個 所以我這樣進來進來 我連過去的有沒有還留著 如果我剛剛這個範圍 我剛剛還要重新調整 我可以在這邊再調 再重新抓一個出來 有沒有真的跟各位平常看到的不一樣 我剛剛有沒有講解這個 有啦 你怎麼可以搖頭 這個今天的 今天的 啊我這裡多抓了 馬上調整一下 還是你移行別鏈移到這裡來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他的靈活度完全展現出來 跟平常各位用的真的不一樣 好這樣子 這裡弄掉了 有沒有 橡皮沙 鹿鹿的 都還在 有沒有回來了 而且我告訴各位 這個下次開機還會在 如果你有把它變成便利貼 浮在最上面的話 下次開機還會在 可以接受嗎 我部落格就是會有這些小東西 好不好 就是介紹這些小東西 那你可以參考 如果你覺得這個小軟體不錯 因為這個不用安裝 所以你就去把剛剛那個 那個軟體在這邊 右手邊 右手邊 點進去 好 當然你去那官方網站也可以 你點進去之後 我放在雲端一點上 直接下載 解壓說之後 有64位元跟32位元 看你自己電腦 你要用哪一個版本都可以 裡面只有一個執行檔 就叫Sneep paste 就叫Sneep paste 好不好 所以中文的部分 你可以像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你直接拍照 是一種方法 就是你只要放的夠大 我把它存起來 是就可以拿進去裡面的